开股指数 开低走高的翻红 终止日K连黑 来看这些终止日K连黑的个股 早上有面板股 尤达群创彩晶 有智元 还有包括光洁 光洁其实算强了 只是前两天高档震荡了 拉回之后 今天再冲高 守住无限表现算强势的 但它也是终止连黑 反弹的个股 好 长听一步多说了 另外看看 个股当中还包括有 像飞鸿 像华福 像元晶 华邦店 还有这波有比较明显 有一些拉回的群联 但群联去年的业绩 非常亮眼 股价高档震荡回侧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又有 高股息值利率的题材条件 这时候的反弹 在季限关卡之上 能不能够有反弹空间 可以留意 现在是涨四块 今天终止连黑 好 现场那边请到的是 胡玉堂 胡芬医师 在现场告诉大家 先来看看这些中止 能够连黑的个股 可以从在今天台股 开地走高的表现当中去看 这些个股会有比较好的 一些反弹机会吗 还是说只是跌升反弹 反弹要找的是获利的调节点 或者是赶快的入贷为安呢 所以要怎么看这些中止连黑股 都是人气股 请教玉堂 好 凯明贵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我就先从几个观点 给投资朋友看 第一个像刚刚讲到 智原的部分 我会在操作上建议 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虽然中止日K的连黑 向智原回到基线 建造一个止跌回纹的红棒 但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 去年涨多的个股 因为我在最近观察到 尤其是新春开红盘 这个2022年以来 这个涨多的股票 其实卖压真的很重 类似像是3141的惊鸿 这个季线是没有手直接的灌破 虽然智原间看起来是相对有手 不过前一天的那根黑K棒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存在 反而就是说最近观察到资金 都是流向在过去比较 相对低基期的股票 涨幅比较落后 如果说你要挑这个中止日K 连黑转红 比较能够有一个 我觉得期待性安全的 我觉得有达群创是OK 因为他们的形态上 是经过长时间的整理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没有疑虑的 所以同样是日K 中止日K连黑 然后今天有出现红棒的个股 我会挑选相对涨幅 并不是在去年这么高的股票 这个部分先给投资人参考 当然说你现在要选择的个股 原则上当然我会挑比较强势 当然所谓的强势不一定是 未接涨幅非常的高 而是说技术面刚转强 然后再配合这一波法人的转买 尤其是同样的产业 我觉得又会轮动的一些效应存在 举例来说像最近很强的负产 我觉得它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外资的一个大买 投信也跳进来 上周是连续性的大买 跟大盘的走势是截然不同 而且它整理了非常久 虽然看起来日K应该是连六红 感觉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涨幅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以去年来讲 它是没有涨到的个股 那最近法人会买最大的原因 mini类的一个出货 在苹果产品的渗透率提高 那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获利阶段 所以有法人预估 今年负财应该有机会赚六到七块 所以你去想 目前的本益比绝对不算高 而且还是获利成长的个股 所以以这样的形态 我会建议投资人 第一个 沿着五日线操作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看它短线好像涨很多 如果以去年这种标股来比较的话 它是真的没有涨到 再来最近比较红的就是 游戏相关的个股或NFT 有些涨多拉回的 像霹雳 Oh my God 那我就不建议投资人 在这个地方拉回去 但是这个产业跟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绝对是没有改变的 游戏NFT 好 这个一些所谓的 载经济的商机 绝对还会发酵 那获利比较好 还在低档的 你可以像看到 6165的LAM版 它旗下的这个LAM直播的 这个平台啊 拥有高达这个 6500位的一个直播主签约 算是台场 台湾的在这个直播平台 唯一挂牌的一个公司 再加上很重要一点 它去年前三季就赚了三块多了 所以本益比并不算高 然后技术面也呼应 刚刚所谈到的 前一波没有涨到 今天又一根带亮的红棒 去突破季线 反压之后 是站上所有的短中长期均线之上 再来这个网红结合NFT 这个是未来的新一块的一个商机啊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NFT 游戏直播相关的商机 尤其NONLIVE的一个部分 也是台湾市占率很高 游戏直播的平台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相关的个股 我觉得会走轮动 也就是说 现阶段的选股 产业面这些走深的 我觉得它是没有变 电动车啊 NFT 元宇宙没有变 但是可能你要挑选的个股 我会建议投资人 挑选最近技术面刚转强 而且去年涨幅比较落后的 我会觉得 接下来的赚钱的机会 会是比较高的 这我们看到游戏概念 是不是呢 在所谓的寒假效应的题材上 会持续 上礼拜的强势呢 今天呢 稍有整理了 但续强的有雨菌辣椒 但呢 拉回整理的是 网龙啊 还有传奇 Oh my God 这些个股 拉回震荡整理 但是呢 台股的表现 目前呢 进行五分钟撮合 在尾盘的表现当中 可以看到 在个股像富彩 像的日K联宏股 很强势 尾盘还是有大单敲紧了 哪些个股是日K联宏呢 表现强眼的呢 除了富彩之外 今天有亚诺法啦 有康纳香啊 这些生计概念 有东森 还有包括像是家里大荣 还有包括像是 个股的部分上 富彩 台表科 这些都是日K联宏股 但看起来都有一些题材 在这里当靠山之称 日K能够联宏的 那刚刚看到 台股的部分 中止连黑的个股 也有机会做一点反弹的话 早上有光洁 智元 友达群创彩晶 个股还有飞鸿 华福 元金华邦店群联 这些都是呢 中止日K 连黑的个股 那尾盘呢 买单敲进股 看一下台积电了 台积电最后拉高 上涨9块 收在643块 虽然说今天呢 是红K棒 但是这波从高点拉回 连续几天是 一黑一红 一黑一红 但是低点有跌破 前一天低点 而且高点没有越过 昨天的高点 今天它也是量大的 零股交易热门股 好像第二名了 长荣挤过了台积电 长荣挤上来了 变第一名了 台积电变第二名了 那这是盘中 零股交易的个股当中 我们看到的 但是台积电 毕竟高价642块 还能够在尾盘拉高 上涨9块钱作收 好 看台积电 公布营收了 最新消息就是 营收的快报出炉了 12月营收1553亿 月增4.8% 年增32.4% 年月同增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营收 1553亿 好 1553亿应该是 创历史新高的 是创历史新高 应该没有错 那因为11月的时候 12月的时候生效 就是这个涨价生效 所以呢 这涨价生效果然带来了 12月的营收 1553亿 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好 今天这样的表现 而且这样的营收快报 明天应该会是 媒体大篇幅的 报道头条 台积电 今天的红黑棒 表现不错 但是呢 这几天就是 黑红黑红的方式 高点未过前一天高 低点跌破前一天低 这样的营收创高 有没有符合预期 今天的表现上涨9块 到底有没有 在反弹的空间 要不要买台积电 要不要买零股 再增加持股 你会怎么看它的营收 请教一堂 好的 如果以数据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 比大部分法人的报告 可能还要再好一点 所以在股价上 OK 我们上这个台积电的 股票期货好了 因为还有在交易 可能更能反映 这个营收公布的 一个市场的一个期待 看起来它有 在这个营收公布之后 有一波的买盘在拉抬 刚刚台积电的股票期 有一度冲到647 那因为上 我是比较乐观去看 台积电后续的股价表现 除了在今年回来 它在外资的转买之下 开始做发动 因为整理了这么久 你看 以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整个均线的一个向上 发散的话 以这种大型股 我觉得以台积电来讲 应该不会就走这一小段 第二个 如果说在这次的法说 我觉得我会比较乐观去看待 可能一些试出来的看法 会让市场更有信心 不管是资本支出 有可能金额再做增加 可能来到420亿美元 都有可能 再往上430 410 都有法人在估 再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 对今年整个 半导地景气的一个看法 因为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法人 是认为整个今年的 一个金元的工序状况 也许就会缓解 有些是估到明年 所以我觉得看台积电对于 整个景气的复苏的看法 就是说还能要这个缓解到哪个时候 再来它本身的成长性 是不是又高于整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我相信这股价应该是比较 有正面的期待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点 我觉得以大型股来说 其实先前我们就谈到 若说你真的空手的 你也不用说真的急着去追 因为这种大牛大股本的 一定都会有机会压回到 那种五日十日线 如果说你是愿意 相信台积电电业机会好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不错的买点 所以我觉得或许把揍过后 有机会再去挑战去年的新高 679元 这个地方填回头 真的做一个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